结婚一年 婆婆撒泼让我出钱 给家里小叔子买房 反正没有钱 钱放在银行里也是浪费 拿出来给我们许浩买房子正好 我皮笑又不笑地看着我老公 你也这么觉得 她说 听话 反正这钱我们暂时用不到 我拿起一杯水冲她泼过去 当着她妈的面破口大骂 听你妈的头 老娘现在就跟你离婚 我正正看着面前的杯子 周围营料的 全是我婆婆叙叙叨叨的声音 她在等着我回话 小慧 这是你到底怎么看的 你小叔子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要是不买房子以后 怎么结婚啊 你和小豪现在吃穿不愁的 把你们的存款拿出来 给她买房子正好 反正你们现在也没什么 用钱的地方 婆婆的每句话都在破我 每一句都让我那么不顺儿 见我不出生 我婆婆又开始催了 小慧 你快点的把钱拿出来 我一会儿就要去付首付了 那个房子可好了 去晚了就没了 我终于抬头看了她一眼 转头又看向我老公 你怎么看 小慧 咱妈好不容易跟咱们开字口 许豪皱着眉头说道 再说了 小慧现在也确实是该买房子了 她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被他们母子 两人的后脸脾气笑了 笑着说道 行 两人瞬间都高兴起来 妈 你看 我就说小慧最懂事了 我躲开我婆婆的手 给许豪买房子没问题 但我也是有妹妹的 我要给我妹妹也买一套房子 我妹妹的房子也不用太大 和许豪的差不多就行 许豪脸色一变 我婆婆跳出来说道 胡说八道 哪有给女孩子买房的 我们小慧可是男的 这房子以后还不是得 把这房子给赔送出去 到时候吃亏的可是你们家 我公公开口道 我老公在一边一个劲的点头 那这个钱我就不出 这不是要你出钱 我们要的是我儿子的钱 我公公一拍桌子 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 这钱都是我儿子挣的 和你有啥关系 告诉你就是通知你一声 我们家有你这么个儿媳妇 简直就是家门不幸 我挑眉看得下许豪 你爸这话你怎么解释 许豪也很不开心 他觉得我博了他的面子 没给他留脸 小慧 你都已经嫁给我了 你应该为了咱们这个家主想 再说了 我和小浩是亲兄弟 给他点钱买房子怎么了 你快点把钱给爸妈转过去吧 为了这件事都说这么久了 我都烦死了 我憋了一早上的火没出发泄 看见他那死出心火更胜 我抬手对着他就是一巴掌 半点没客气 你那个家算个屁 你的面子重要吗 说句不好听的 你挣的那几个钱 够你们一大家子人花吗 老娘和你结婚才一年 就想着全家来找我要钱 真当老娘是三财同责 这日子你要是不愿意过 咱们就散伙 徐豪被我接连两巴掌下去都梦了 捂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王慧 你别太过分了 我婆婆连忙跑到徐豪身边 看着他脸上浮现的红痕 转头恶狠狠的盯着我 一个贱女人 女人出嫁从夫 你怎么敢对你丈夫动手 你爸妈在家里是怎么教你的 徐豪他爸也阴沉着脸 你这个女人 没结婚以前装得比谁都好 看着知书打理的 结了婚就开始打男人了 这还得了 哪家女人和你一样 这么没规矩 徐豪他妈在一边连连点头 为自己的男人做助力 就是 像你这么样的引人 在我们村子里就应该被打死 王慧 你太过分了 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 我就原谅你 咱们俩这日子还能继续过下去 要不然你就等着离婚吧 我抱着胳膊 看了他们一家人一圈 你算什么东西徐豪 你们一家子又算是什么狗东西 教养 这玩意儿你们家有过吗 还你们村子里 怎么 你们村子是土皇帝 不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馆 俗话说穷乡僻壤出刁民 这话还真是没说错 当初你们家穷得 连许豪上学的学费 都拿不出来了吧 你们两口子那时候 不是在你们村子里 挨家挨户跪地 求着别人借钱给你们的吗 跟我结婚的时候 彩礼 房子 要你们家钱了 说是结婚 你们村子里哪家哪户 不知道你们家卖儿子 进城也快一年了 就没出去打听打听 别人结婚要花多少钱 结婚这一年来 什么不是我们家出的钱 还好意思跟我说 这钱是你儿子赚的 你儿子一个月的三千来块钱 够干什么的 我看着他们一家人 那猪肝一样的脸色吃笑 也是 这毕竟是你们家的亲儿子 对你们来说 肯定是个金凤凰 要不怎么说是凤凰男呢 现在你儿子出来了 就想着让你大儿子 把你小儿子再拉扯出来 你也不看他 你那个小儿子长得 跟个癞蛤蜡一样 就算是有房子 谁能看得上他 就他那种长相 你们还是把他藏在家里一辈子 别弄出来恶心人了 徐豪看我说话越来越难听 王慧 你赶紧给我滚 给我滚出我家 你家 徐豪 你是没长脑子吗 要走也是你和你爸妈走 这房子 可是我爸妈婚前买给我的 全款 这可是我的婚前财产 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徐豪被我戳中了心头痛 王慧 你就是仗着家里条件好 看不起我 你人都嫁给我了 还跟我分得这么清楚 我看你根本就没想 和我好好过日子 你现在就跟我爸妈道歉 只要他们笑火了 我还是能和你一起过下去的 我鼻地看着他 那我真是要谢了 你居然还能和我过下去 可我跟你是过不下去的 我告诉你 徐豪 这一年来 我看着你和你那些极品亲戚 我都想把一年的自己给掐死 一窝子 想吸媳妇加血的人 真是使客浪坐飞机 想死不在那一会儿 徐豪爸妈彻底被我激怒了 两个人就要冲过来 我可不是站在原地 等着他们收拾的 这种罪我可不能受 我当即拿起桌子上的杯子 冲徐豪他爸砸了过去 当初看上徐豪 算是老娘瞎了眼 这一年来 我也算是过够了 徐豪他妈一把薅住了我的头发 头皮被撕扯的痛感传来 草 一种植物 我地头发 本来就不多 居然还拽我 我一脚 就冲着徐豪他妈的肚子上踹去 哎呦 徐豪见他妈吃亏 上前死死的估着我的手 妈 你好好教训他一下 让他知道 怎么样才是咱们徐家合格的儿媳妇 徐豪一个大男人 我根本正不脱他的禁锢 徐豪他妈一个巴掌扇在我脸上 火辣辣的疼 我奋力抬脚 冲着徐豪的命根子踹了过去 徐豪被我踢个正着吃痛反手 捂着自己的裆部弯腰喊疼 我顺手拿起架子上的仙人掌 就冲着徐豪他妈砸了过去 徐豪他妈被砸了 也顾不上自己了 捂着流血的头朝徐豪跑去 小豪 你没事吧 我看都没看他们母子一眼 转身就准备走 你个小贱人 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来 徐豪他爸 看见老婆儿子都吃亏了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举着拳头就要冲着我头上来 吃了他们家一次亏了 我自然不会再吃第二次亏 你动我一下试试 我顺手拿起一边的水果刀 冲着他说道 徐豪虚弱地趴在地上 手指不停地颤抖 你 我什么 我就该由着你们欺负 姓徐的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们家现在人多 我就怕你们了 这一年多来 不跟你们发火 还真当我是什么软面团了 王辉 我妈就打了你一巴掌而已 你居然把我和我妈 打成这个样子 一巴掌环而已 你怎么不把你的脸 拿出去让我爸妈打 一个女婿半个 你让他们打几下怎么了 再说了 你享受了我们家 给你提供的这么多东西 哎打不行 说着我就拿起手机 准备给我爸妈打电话 这事没完 徐豪他妈一看 我要打电话 生怕这是闹大了 顾不上头还在流血 赶紧上前 小慧啊 你看你这么叫真干什么 你既然不愿意出钱 直说不就行了 看把咱们这一家子给闹的 你和小豪结婚也一年多了 赶紧抽空要孩子吧 我和你爸还等着要孩子呢 我看着他粉饰太平的样子 直恶心 现在大家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他居然还能说出这些话 简直就是恶心 偏偏徐豪还在一边装好儿子 妈 你放心 我和王辉 肯定会尽快让你和爸抱上孙子的 徐豪他爸被他妈拽着 整个人脸红脖子粗 不要脸 我骂了一声 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走出家门后 我就准备打车回我爸妈家 一上车 我就打电话报警了 结婚一年了 突然遭受这种待遇 我委屈得不得了 当初上学的时候 我就和徐豪认识了 那时他还是个积极向上的穷学生 虽然家里条件不好 但好歹他这个人能努力 在一起 以后我也不嫌弃他们家 毕竟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 不是他的家里 我们每次出去约会 都是我掏钱 因为他总是跟我说 他们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 毕业以后 我带他回家见父母 我爸妈看他也算上进 再加上谈恋爱的这两年 对我确实是不错 我爸妈也就没说什么 甚至在他毕业以后 因为他专业受限 可以选择的工作很少 我爸甚至托人 给他找了个工作 虽说一个月三千来块钱不多 但是福利待遇 却是一等一的好 见他父母的时候 他爸妈也不像是 现在这个样子 反而一副对我满意的 不得了的样子 两家人见面商量 婚礼细节的时候 他爸妈也是表示 会全力支持我们 结婚这一年来 我虽说对他爸妈 不如我爸妈 但是我爸妈那是 抚养我长大的 和公公婆婆怎么能比呢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 我果然是被徐豪 装出来的样子迷了眼 压根没看到 他面具下的真实样子 现在这一切 都是因为 当初自己脑子里灌了水 一到家看到爸妈 我就哭了出来 爸妈看我这样子 差点被吓死 当天我说完前因后果 我爸妈已经气得不行了 当即就要出门 去找他们算账 爸 我已经报警了 等警察过来的时候 徐豪也带着他爸妈过来了 两方全都被带取了 派出所配合调查 我报的警 他们一家子打我 这是家报 坐在派出所里 我直接把刚才的事情 全部说出来 他们一家子人 非要我出钱 给他们小儿子买房 我说不愿意 他们就全有我 我露出脸上红狠 徐豪他妈那一巴掌 下手很重 现在脸上痕迹还是很明显 徐豪他妈半点不慌 警察同志 你看我这头上 你再看看 我儿子被他打的 这到底是谁家报谁啊 虽然说我一个当长辈的 不能和晚辈计较 但是你看他这个样子 哪里有一点 做人媳妇的样啊 不就是当初我们家穷 没给他彩礼 他们家就一直记在心里 我们家是穷 但我们也是有尊严的 徐豪他妈这话说的 那叫一个冠冕堂皇 感情说来说去 就全是我的错了 我看了眼 在一边站着低头 不说话的徐豪 徐豪他妈就是一个村妇 小学都没毕业 这些话说的逻辑这么清楚 肯定是徐豪教的 还真是看不出来 一个表面上老实忠厚的男人 心里的龌龊心思 比任何人都多 徐豪 你别想把你妈抛出来说这些 我闺女长这么大 我们都没舍得 动他一根头发丝 你倒好 由着你爸妈对他动手 就算是你爸妈动手了 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 你是没长嘴还是没长手 不会拦着点 我爸丝毫不客气 我冷哼一声 他怎么没拦着 他上来就拦着我 还让他妈好好教训我呢 我爸妈一听 脸色更难看了 爸 妈 事情不是小慧说的这个样子 徐豪急急忙忙开口 想要解释 我爸直接开口打断她的话 我自己的闺女是什么样子 我还很清楚 我不相信我亲闺女 难道要相信你这个外人 啥叫外人 你自己闺女没教好 对我们一点尊敬都没有 既然你们教不好 我就替你们教 再说了 你闺女都嫁给我儿子了 我管教管教 自己而媳妇怎么了 没几句话 徐豪他妈就忍不住了 开始暴露出本来面目 我妈上前推了他一个跟头 我闺女还用得着你教 你是个什么东西 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这毕竟是家事 警察也只能两边 各打五十大板 至于徐豪和他妈打我的事情 也是被要求赔礼道歉 外加经济补偿 看着他们母子俩 在我面前低头道歉的样子 虽然不甘心 但还是勉强地向我道歉 但我一点都不想要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 我看着徐豪和他妈得意的样子 暗自咬牙 徐豪 别以为这件事会被这么翻过去 你和你妈都要付出代价 我和我爸妈去了医院 直接验伤 随后找了律师 要告他们母子 故意伤人罪 家暴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很快 我就接到了徐豪打来的电话 小慧 我和妈都和你道歉了 你就别生气了 赶紧回来吧 是啊小慧 你和徐豪都结婚了 这件事是妈做的不好 妈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 你就回来好好过日子吧 徐豪他妈在那边也开口 我歪在沙发上说道 你们家看来是收到了律师函了 徐豪 做好应速的准备吧 咱们俩结婚这一年来 你也没对家里有什么财产贡献 你就净身出户好了 还有啊 老太婆 虽然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 但你一个半只脚都踏进土里的人了 没事还是少出来蹦打 哦对 你还要给你的小儿子弄手付钱 要不你看看 把你大儿子身上的器官都卖了你觉得怎么样 变化那头 徐豪再也忍不住了 王慧 我和我妈都跟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我妈她是长辈 她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供我上学 她那么不容易 徐豪 你脑子没病吧 是 你妈是养大了你 供你上大学不容易 但是她没养我 也没供我上大学 而且你妈过的不容易 是因为我吗 难道是因为我们结婚了 她才开始不容易的吗 以前你和你爸 你弟躺着等着她伺候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过她不容易呢 我毫不留情的开喷 徐豪他妈就算是再不容易 也不是因为我 想这件事来到的绑架 我简直就是做梦 王慧 你要是愿意好好过日子 我也不是不能接纳你 我不假思索的说到 过什么日子 去你的吧 你那么听你妈的话 你去跟你爸 跟你妈和你弟过去吧 你们一家子好好过 别再出来祸害人了 我听见徐豪在那头怒吼 王慧 你可别后悔 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谁还会要你 我看你到时候 怎么求着我跟你好好 听着她的话 再和她扯上关系 休息了没几天 我就准备回去上班 王慧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这个同事小林 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一边 我一看 居然是一篇微博 博主诉说 她这个朋友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从小就苦读书 家境贫寒 却从不自卑 直至靠着自己毕业工作 最后有了心爱的人 但是结婚以后她才发现 自己这个女朋友 婚前的听话乖巧 知书达理都是装出来的 结婚的时候 就因为她家里穷 逼迫她结婚后不许回家 要她做上门女婿 后来女方家更是过分 因为她们家出了房子 时不时就让她滚 甚至不允许她父母过来 文章的最后 还叔说了一下自己这个朋友 因为想要给家里一点钱 就被妻子痛打 甚至母亲和父亲也遭遇了痛打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什么时候 金钱可以用来衡量爱情了 就算是人家穷 也不能对长辈动手 小林看着我的脸色 这篇文章 现在点赞都过万了 咱们公司有人扒出来 都知道是你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 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没事 徐浩他们不就是想要靠舆论来压我吗 我也不可能就这么认输 我给律师打去了电话 希望他们可以出一封律师函 警告一下这个博主 可惜了 在我的律师联系他以后 他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甚至在微博上公开表示 我恐吓他 并且表示他绝对不会向我去服 紧接着 他又放出了一些视频和语音 都是那天我们在家里争吵的 这些证据无一例外 都是经过了恶意剪辑 我挨打的画面一个没有 整个视频和语音中 就只有我殴打虚豪母子 和辱骂他们的场景 这位大姐可真牛 她爹是李刚吧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做 这里的就是欠教训 评论区无数的谩骂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人肉我的信息 该博主也有意无意的 在评论区泄露我的个人信息 还包括了我父母的 看着律师的回信 我冷笑了下 诽谤 恶意泄露信息 每个证据我都有 既然不愿意私下和解 那就让法律来解决 将会以诽谤和泄露他人信息进行起诉 同时完整版的监控被放了出来 当初一回来 我就把家里的监控视频给烤了下来 现在这个一放出来 舆论瞬间扭转 先是那个博主主动联系我 愿意赔李道歉 并且做出补偿 只希望我能够撤诉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我不缺你那点钱 刚挂完这个 徐豪的电话又来了 王辉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非要毁了我们家 你才甘心是吗 我无语的说道 徐豪 你少在这里赖人 你们家现在这个样子 是你自己毁的 也怨不得我 你把恶意剪辑过的视频放到网上 泄露我家里的信息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 还有啊 你那个工作 是我爸当初给你找的 现在咱们已经撕破脸了 看看你还能不能保住你那个工作 徐豪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当初看上了你 开庭那天 徐豪和他妈算是认清楚了 离婚是肯定的 当庭就要求我返还十万彩礼 听到这个数目我笑了 十万 这十万谁还谁的 还不一定呢 法官 我和王辉结婚还不到一年 结婚的时候 王辉要了十万彩礼 现在我有理由怀疑 他就是在骗婚 我要求他返还彩礼 并且支付我们 关于婚礼的一切花销 是啊 我们乡下人 一年辛辛苦苦 才挣几个钱啊 这十万块钱 可是我们家当初咬碎了牙拿出来的 现在媳妇要跑了 必须得把这钱还给我们 徐豪他妈尖锐的嗓音响起 我翻了个白眼 我的律师站起来 递交了一份文件 文件中都是当初 我和徐豪谈恋爱的时候 我支付的每一笔花销 以及我给他的转账 这些我要徐豪都吐出来 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 双方的婚前财产公正 以及徐豪说的十万块钱 和他亲手写的借条 法官 我原告希望 被告返还恋爱期间所有的花费 并且承担精神损失费两万 务工费两万 徐豪没想到 这些都有证据 法官 这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了 并且这些钱是他愿意花的 徐豪他妈也着急开口 就是 这个女人根本就是 想要倒贴我儿子 这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我无辜的说道 这些钱都是徐豪让我花的 谈恋爱三年 结婚一年 我花在他身上的钱 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钱 我可从来没说是赠予 法官点点头 没有明确表示赠予 确实可以要求返还 观众席上 我爸站起来说道 法官 当初我女儿和他谈恋爱 是他们说自己有多么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全部包容了 只要孩子们过得好 我们都可以不在乎 可是知道这些 却引来了白眼狼 我低头承诺不语 是我自己瞎了眼 还让家里人替我操心这些事 我突然想起来 当初就是因为徐豪说他家里穷 没有生活费 我才把自己的生活费分他一半 但是一份生活费 怎么够两个人的呢 我就只能再朝着家里伸手 结婚的时候 徐豪说家里穷 没钱买婚房 我爸妈又出钱给我们买了套房子 甚至婚礼的花费 也都是我们家出的 怪不得徐豪他妈这么嚣张 恐怕在他眼里 我就是倒贴的蠢货 不过也确实是 我确实是倒贴的蠢货 幸好我们家当初 买房子的时候是全款 并且在婚前做好了财产公正 要不然 现在要是分给徐豪一半 我真的会气死 我请的律师 在离婚这一块很擅长 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这场官司赢得十分顺利 宣判的时候 我看着徐豪他们的脸色逐渐难看 最后 徐豪被判返还十万块钱 以及谈恋爱两年的花销 我的精神损失费 务工费的 加起来一共二十多万 当然 结婚这部分钱是另外算的 当初我和徐豪半婚礼 花了大概四十多万 并且因为他联合别人 败坏我的名誉 刑居十五天 听到这个数字 徐豪一家人脸都白了 这些钱 把他们一家的骨头给砸碎了 也拿不出来 徐豪他妈突然转头看向我 小慧啊 妈跟你开玩笑呢 我还说要小豪给你赔礼道歉呢 妈年纪大了 又没什么文化 你别跟妈计较啊 我冷哼一声 你可不是我妈 我妈在那坐着呢 我和徐豪现在可是要离婚的 徐豪见状赶紧大声说道 不 我不离婚 紧接着扑通一声 跪在我爸妈面前 爸妈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真的爱小慧 我不离婚 我 我这么做 就是想让小慧多关心关心我 我真的很爱她 我看着徐豪没骨气的样子 再次感叹自己当初的眼下 要是能穿越回之前 我肯定会一巴掌 山醒当时的自己 亲家呀 你看咱们都是有儿女的 俗话说的好啊 念悔一座庙 不差一桩婚啊 两个孩子从谈恋爱到现在 经历了多少啊 咱们当老人的 不就是希望他们好吗 这件事我们家做错了 赔礼道歉 我们家都认 可孩子们不能离婚啊 徐豪他爸走到我爸跟前说道 我爸扭头 晚了 现在我们小慧能和他离婚 才是我们想看到的 不行 他们俩绝对不能离婚 我儿子也不能被抓进去 徐豪他妈大声嚷嚷 想要上前去赶走来带徐豪的人 我嘴角上扬 破坏法庭秩序 徐豪他妈可以和他的宝贝儿子一起进去了 看着他们一家人 在我面前苦苦哀求的模样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心软 他们现在这个作态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败了而已 前段时间他们还扬言要我后悔 甚至对我进行舆论攻击 如果这次我输了官司 他们也会作为胜利者来嘲笑我 徐豪拼命地挣脱法警的前置 会在我的脚下 小慧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跟家里人来往了 我把他们都赶回去 说着徐豪冲着他爸妈开始叫嚷 谁让你们来的 赶紧给我滚 滚回老家去 周围的人都对着徐豪露出一个鄙夷的眼神 这男人变脸可真够快的 不去学穿剧 真是浪费了他的天赋 小慧 你知道的 我的人生一片黑暗 只有遇见你以后 我的人生才开始有阳光 你就是我黑暗人生中最重要的光啊 你不能放弃我 你不要放弃我 我冷笑一声 是吗 我要是你的光 是你的救赎 你就这么对待我 你说你的人生黑暗 可你脱离了一片黑暗以后 从来没想着 怎么好好生活下去 却想着把我拖进你的黑暗里 如果没有我 没有我们家 你连现在的一切都没有 你怎么好意思 任由你的家里人这么对我 不 应该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徐豪他爸走上前来 小慧 只要你能原谅徐豪 我们以后肯定不来打扰你们 我看着他们一家人的样子 恶心的不行 他们居然觉得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不是 是因为徐豪本人的秉性 就是这样 就算是没有他们的到来 我和徐豪也过不了最后 判决书生效的那一刻 我就将整个判决书 发在了网上 当然 也包括了我方提交的所有证据 至于那个污蔑我的博主 也在网上主动道歉 希望我能原谅 但我拒绝了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最后 这个博主被封号了 并且还被扒出了他 为了钱污陷过很多人 有次甚至逼得一个小姑娘 跳楼自杀 原本习惯网报他人的 现在成了被网报的人 我的生活已经回到了正轨 不过因为徐豪一家准备赖账 不愿意还钱 我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 也是因为这个 我才知道 原来徐豪家里不是没有钱 只不过是不想出钱而已 徐豪被放出来以后来找过我 看得出来这15天 他过得并不怎么样 小慧 我真的知道错了 咱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看着他蓬头共面的样子 半点看不到 当初那个清爽男生的模样 你怎么还有脸来找我呢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滚回你自己家里去 我们两家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别叫得那么亲切 就算是你恨我 也不应该让我丢了工作 徐豪突然拔高嗓音 我突然明白了 徐豪来找我不是因为他后悔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丢了 当初那份工作 是我爸给你找的 现在我们都离婚了 我们家当初带给你的东西 也要一定收回才是 至于你自己能找到什么样子的工作 是你自己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当初要是没有我们家 难道你就不工作了吗 我摇头轻笑 徐豪根本就是 靠着我们家吃软饭吃多了 甚至还想软饭硬吃 现在软饭跑了 就想要再要点饭 徐豪被辞退的事情我当然知道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受益的 当初我爸给了徐豪一份工作 那是因为当初我和徐豪是情侣 现在我们两家都成了仇人了 就不要再继续享受着 我们家给他带来的好处了 咦 你们家这么心狠 半点情分都不留了 徐豪哆嗦着嘴唇说道 我和和两声 情分 脸都撕破了哪来的情分 以后少来找我 我不想再看见你 徐豪看着我气得满脸通红 王辉 你别得意 你现在能这么对我 不就是因为你出身比我好 要是没了出身 你要是和我一样的出身 你还不如我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我发了个白眼 那你就自己努力吧 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的 后来我听说了一点徐豪的事情 徐豪失业以后找过几份工作 但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 并且对工作也不上心 都被辞了 尤其是后来他和他妈打人的事情 闹得人尽皆知 各个公司考虑到公司的名誉 都不愿意再继续聘用他 时间一长 徐豪自然就待一家中了 徐豪他爸妈 眼见着自己最得意的儿子 竟然变成现在窝囊废的样子 气不打一出来 天天当着徐豪的面 指桑骂槐 次数一多 徐豪那敏感的自尊心被戳破了 我没用 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们不是说我是最有出息的吗 我和王慧结婚的时候 你们不是还说我有本事吗 要不是你们当初 非要去我家搅和我和王慧的事 我们怎么可能会离婚 我和王慧感情那么好 都是因为你们 就为了徐豪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工作工作没了 老婆老婆没了 都是你们的错 徐豪他爸 就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了一辈子 被儿子这么指着鼻子骂 一口气没上来 被气晕了过去 至于要钱买房子的徐豪 早在徐豪母子做的事情被曝光 以后就跟家里断绝关系了 听说是找个富婆棒上了 听完这些 我摇头 行了 以后他们家的事 就不用跟我说 我妹妹笑咪咪的说道 他们就是活该 贪心不足舌吞相 我没回答她的话 反正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了 在一些公公婆婆眼里 而媳妇对他们再好 也只是个外人 甚至永远都不会 被他们正眼看一眼 不压榨一下媳妇 好像自家就断子绝孙了一样 可惜了 而媳妇也是人 也是别人家交养长大的 嫁到他们家 是去开始新的生活 不是去给他们当牛做马的 全文完